康林圈老师 哇 这几天天气是不稳定的 常常阴雨绵绵 但是每天该做的事还是要做 人生就是这样子 每天要做的事 我把它做好 昨天我到了税坡处去报税 我报了税 那个人综合所得税有两种 一种的话呢 叫做标准扣除额 一种叫列举扣除额 那康林圈老师 昨天也很低调的 因为我们台中中区税坡处 他们在礼堂很热心 都有工读生帮你报 现在很方便 你只要带健保卡 他们带健保卡 然后呢 去就可以帮你换算了 都有电脑帮你换算 然后那个妹妹啊 工读生就认出来我 Tony Chen老师了 我说要低调 低调他们就觉得很好笑 我说我很低调 你知道吗 因为报税这个问题 都很低调 好国民一定要怎么样 一定要按时报税 然后他们就帮我算 老师你用标准扣除额 还是列举扣除额 他们就用电脑帮我算 那我去年呢 9月12号动了甲状腺 切除手术嘛 我好像去年的医药费 医药费好像9万多啦 总共9万多 可能还有别的啦 总共9万多 然后呢 我还有捐款 因为我每年都有捐款 那捐款主要呢 捐给台中市外区协会啦 捐款 然后呢 如果你用标准扣除额 对不对 就是固定的一个数目 让你扣除 那因为 唐宁圈老师有医药费 有保险 还有捐款 所以呢 那个工作生帮我算 算说老师 那你要用列举扣除额 比较好 那比较好还是要再缴税啦 我们是一定要缴的 这个每年都要缴税 我看有些朋友 都不必缴税 我没有捐血啊 我没有捐过血 我倒没有捐血 我以前有B型肝炎啦 我本来有B肝代元 所以B肝代元是不能捐血 那我现在调养身体 对不对 我B肝代元已经好了啦 那好的话 我没有捐过血 所以我倒没有捐啦 这个年纪大概 大概人家也不要了 我这个年纪不年轻了 这个我们那个张经理 张经理很有爱心 张经理都有固定在捐血 你验知说捐血一代救了一命 对啊 我们张经理捐了二十几代了 他好像捐了二十几代 他救了二十几条人命了 希望他早日找到呢 美娇娘啦 找到一个可以帮助他 在工作 在生活 在事业上 当他贴心助手的一个好老婆 我们张经理有固定在捐啦 那老师以前的话 年轻的时候 因为是B肝代元者 所以不能捐 啊现在B肝已经好了啦 好了 这个 我也是靠调养身体 B肝调好的 一般来讲 B型肝炎是很难好 不晓得各位没有去检查过 啊 如果呢 您呢 也是B肝代元者 B肝代元 台湾好像有好几百万人 是B肝代元者 啊 如果你是B肝代元者 啊你也希望 说把身体调好 那用带 告诉汤立萱老师 8253TC 啊 老师呢愿意跟你们分享啦 因为这个东西 有时候爱你会在意啦 如果你根本不在意 那根本没办法 啊如果你会在意 啊我会呢 跟你经验分享 好 多佳 汤立萱老师 台湾万花童 来 我们先来听这条 母亲节 教我 母亲节一定要听的歌 来 妈妈 请你也会保重哦 有 母亲节 起古有夢 無事接老路來 面怪你請你放心 我的阿父 雖然是孤單子的 雖然是孤單子的 我也來跟他鄉的這個鄉島 更好我心情擁定的 媽媽請你阿父丁 五月母親節 各位有沒有安排好 怎麼幫媽媽慶祝母親節呢 待會 湯小老師跟你們分享 我今年怎麼幫媽媽慶祝母親節 每天你 師父名下 師父來教你 日盤的兵 安貴的 我的阿父 生意是正向你开 生意是正向你开 我要来跟他上的这些相当 不过我心只与他担爱 妈妈请你爱 谢谢我们的CEO 谢谢你 谢谢你的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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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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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从我懂事 我妈妈身体就不好 哦 所以我小时候啊 因为我是老大 是长子 哦 所以小时候就要只带母子啦 小训练 唐利亚老师啊 也会带小孩 也会煮饭 也会洗衣服 反正女生做的工作我都会做 我记得以前啊 在我们那个时代啊 男生来做这些事情啊 是极为不应该的 所以我每次我做的时候 我爸爸看到我都会骂我 因为我爸爸不希望我做那些事 我爸爸啊 偏偏是一个大男人主义者啊 他觉得什么煮饭 洗衣服啦 带小孩啦 哦 这个缝衣服啦 那个都是女人家在做的 儿子不应该做那些事 但是因为我妈妈身体不好啦 为了呢 不让呢 我妈妈被我爸爸责备 所以呢 我都要私底下帮她做 我也很乐意去做啦 哦 所以呢 我最要感谢我妈妈 给我训练的机会 啊 所以呢 我自己一个人啊 这样长期在外面生活 我都觉得挺好的 哦 尤其呢 我30岁到美国留学 到33岁从美国回台湾 啊 在美国呢 三年时间 因为老师费煮换 啊 所以在美国 这个人缘特别好啦 啊 那到现在还是啊 现在啊 我也讲过呢 我都是自己煮啊 啊 我 I enjoy cooking 那这我要感谢我的妈妈 然后呢 我妈妈呢 我妈妈呢 在我30岁那一年啊 我跟她讲我要留学美国 那时候我妈妈是不让我去的啦 她不让我去 那为什么 因为她本身很依赖我 然后呢 她很担心说 我要离开台湾 然后她找我又找不到 要我帮她做什么又找不到了 哦 所以我记得我妈妈那时候啊 用那个慈母公式 哦 什么叫慈母公式呢 因为我美国奖学金已经下来了嘛 我已经决定了 要到美国呢 这个留学 拿这个硕士 Master 我妈妈每天就跟我讲 她讲啊 就说 儿子啊 你真的要过去吗 哦 妈妈身体那么不好 哦 你真的要过去吗 那么远 啊 你难道呢 啊 不担心 回来看不到妈妈吗 哦 我那时候真的 那种慈母公式好厉害哦 啊 我也真的试着是不是 我要放弃我美国留学之旅哦 后来我还是坚定意志啊 一定要去美国留学 所以我还记得我离开呢 台湾那一天啊 我这个整个路上是哭的 泪流满面了哦 是一直哭哦 真的哭到中正机场哦 那个是我很难忘的经验了哦 然后 啊 现在 现在你看一下好快哦 33年 从美国回来 现在已经是 啊 33岁从美国回来了 啊 33岁从美国回来 然后呢 现在已经57岁了 那你看一下 哇 美国回来已经24年了啊 24年 时间过得好快 然后呢 现在我的心情就是 反正我补习班的工作 我已经退休了哦 我现在也是退休的 那爸爸已经不在了嘛 现在就生下妈妈 那妈妈就把他照顾好 所以我为什么每个礼拜二 我会排工休 因为礼拜二呢 就是陪我妈妈吃个饭 那当然五月份是母亲节啦 一定要做一点特别的哦 也来感谢妈妈的辛劳啦 不管怎么样 没有妈妈就没有通灵圈老师哦 那我今年的母亲节呢 怎么办呢 因为我们家哦 我们老家在北投 那我有两位弟弟 还是住在老家北投 那我妈妈现在是在台中的枫园哦 那母亲节我们知道 今天母亲节是5月12号嘛 那这个本来我们家就是定5月5号哦 这个在台中哦 我弟弟他们来台中庆祝 大家一起帮妈妈庆祝母亲节 一起吃个饭哦 但是我有个弟弟呢 他5月5号呢 又不行 因为他呢 这个上班没办法排 他排5月12号啊 所以一位5月5号 一位5月12号 那怎么办呢 我们今年母亲节哦 我们就办了两场了哦 一场就是这个礼拜天5月5号 我选择呢 台中呢 这个啊 我看那家好有名的 彩仪客家小馆 就是5月5号 就是5月5号 选择台中 彩仪客家小馆 台中彩仪客家小馆呢 如果我们台中的观众朋友 母亲节啊 要帮妈妈庆祝 你还没有定位置的话 台中文心南山路210号 台中文心南山路210号 彩仪客家小馆啊 可以打个电话给负责人WICK 24730878 台中的电话 你们记一下 24730878 哦 那母亲节当天5月12号 哦 我也会再办另外一场 5月12号 我办的场地呢 是在我们的枫园 哦 因为我妈妈刚好住枫园 枫园的景园餐厅 它的地址在枫园市雪原路411号 定位电话25251411 25251411 哦 这两家餐厅都是我们UP直播 好看爸爸照特别采访的哦 绝对是呢物超所值啦哦 欢迎大家告诉大家 好 谢谢我们的缅甸的干儿子林志祺 谢谢你进来 下一首歌 一起来心胸 心书夏郎仔 美人的舞台 音乐 這個 驗是24730878 24730878才對 雙方更少來 無視乖來的 無視乎是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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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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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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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